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大家好,我是高雄勇 今天我们继续讲小米到底赢在哪里 我们今天讲小米的时候 很多人对小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 说小米是一家营销的公司 小米产品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营销却是做得很好 那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从小米最早创立来讲 我们看看几个小米的联合创始人 不是做产品的,就是做设计的 还真没有一个做营销的 所以我们说把小米当作一个重置的营销公司 真可能冤枉它了 那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呢 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它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小米曾经掀起一个叫什么 叫饥饿营销的东西 那么饥饿营销背后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还整是会出现什么 出现货没有卖了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背后的故事 其实最早小米 我们在做小米手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价格公布是1999 当我们销售的时候发现我们非常难 为什么非常难呢 是因为所有销售手机的渠道都和我们没法合作 第一个就是运营商渠道 那个时候运营商是最大的手机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运营商那时候小米太小了 根本就不符合什么运营商的集采的规则 那小米在运营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么第二条渠道是什么呢 就是代理商渠道 代理商渠道也很简单 30% 50%的利润 但是小米给不起啊 小米是把2000多块钱成本的一部手机 卖到1999 如果你再给他拿出30%来 那他怎么样 他真的赔不起了 那这个时候 当时其实有很多经销商 给小米提了另外一个条件 说要不你这样 你这么好一部手机 你1999有点卖亏了 我把你全包了 你给我来卖 然后这样什么呀 我卖多少钱你就别管了 看起来这是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但是从小米本身来讲 我们之所以定价1999 就是希望用户能买得起 如果我们把手机卖给经销商 经销商在里面又加价的话 那我们所有开始的抽中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条路我们什么呀 我们也走不通 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当时电商渠道也都不成熟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卖 其实当时小米自己卖手机 它有一定的条件 是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时小米有一个论坛 论坛里面每天有几百万的米粉 在里面什么 在里面讨论产品 讨论手机 而且很多人知道小米要做手机以后 很多人在里面喊 哎呀我要买手机 我要买手机 我要买小米的手机 因为米UI教育了一大堆的用户 大家觉得米UI好用 那小米的手机一定好用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所以小米决定 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卖手机呢 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来开始卖手机 因为我们没有线下渠道 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到线上开通一个叫做小米商城的东西 好当时在小米商城 我们定了一个时间 叫周二上午九 周二上午十点开卖 我们当时为什么定周二上午十点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是什么 叫做用户思维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论坛里面 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工程师 都是技术 都是极客 这些工程师 这些技术 这些极客 他们晚上一般都比较加班 然后早上呢 来公司就比较晚一点 大家也知道啊 那个时候上网的环境 相对来讲 公司会好一点点 所以这些工程师也好 他们到了早上十点才来到公司 来到公司里面 他们上网的条件比较好 所以我们的用户 既然都是工程师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周二上午十点开始开卖 好